震動或是靜音 那我們等一下前門會關閉 就是請大家進出的時候 從後門進來喔 謝謝 那等一下可能講座 大約快四點結束的時候 我們可能會保留一點時間 就是讓現場的聽眾們 就是提問這樣子 好 那我們這場講座 就是主要的時間 是下午的兩點到四點 主題是希望你用不到 但一定要知道的長照 這場講座是跟大塊文化出版 股份有限公司一起合作的 那我們這一次邀請到的講師是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總院長的 黃聖堅院長 那大家都知道 現在就是政府在推動長照 可是可能大家對於長照這個議題 其實了解的 不一定知道的那麼詳細 因為我們現在高齡化的社會 就是越來越多老人 那少子化的關係 就是可能我們現在 這個年齡中世代的人 他們可能除了要照顧小孩之外 還要照顧越來越多的高齡人口 那會推長到的用意就是說 高齡的人口越來越多 那可能會有一些失智 或是失能的狀況出現 我們是不是可以透過一些方式 就是教導他們說 不管是他們在生活上 就是可以稍微照顧一下自己 然後減輕我們照顧者的負擔 那醫師他主要是台北市立聯合醫院的 那個神經外科醫師 那我們今天就是 我們掌聲歡迎醫師為我們 好 各位夥伴大家午安 很高興今天有機會來台中跟大家分享 就是這一個櫻花海嘯 這應該有什麼樣的準備啦 不管是我們個人 如果說我們已經是這個 賣入所謂的老齡的這個族群 或是我們自己的父母親 甚至是自己的阿公阿嬤等等 那在座可能有一些專業人員 我們應該用什麼樣的態度 來照顧我們的這個個案 或是病人 或是是病人的照顧者 我想這是一個 過去從來沒有碰過的情況 為什麼用所謂吟花海嘯 就是說後面未來這幾年的變化 會快到讓大家措手不及 可是大家都沒有準備好 包括政府沒有準備好 醫療單位沒有準備好 長照的單位也沒有準備好 所以在這個狀態之下 我們如何利用大家所有的力量 來面對從現在一直到2025、2030 所以這議題是既嚴肅又實用 那我本身其實介入長照相關的議題 應該是在1996 那個時候我是台大醫院加護病房的醫生 我是神經外科教護病房的主任 那柯文哲醫師是整個教護病房的主任 我們那時候介入到的是什麼 是死亡 因為我們在極力想搶救病人的過程當中 我們發現我們再怎麼厲害 醫療都有極限 我們發展出了很厲害的延長死亡過程的能力 厲害到讓大家都想不到 沒有心臟的人也可以活 沒有腦的人也可以活 但是這個活的意義在哪裡 我們開始注意生命的意義 死亡的意義 醫療真正要負擔的是什麼 然後慢慢的隨著時間 開始我們就看到很快速的老化 那我自己從醫學中心到台大營臨分院 當外科部的主任 然後接著到金山 是一個比較小的地方 台大的金山分院 那是非常接地氣的一個醫院 然後開始了解什麼是社區 民眾要的是什麼 醫療體系應該做什麼樣的反省 到四年前科匹選上了以後 他說我們能不能把金山 創造的那個制度搬到台北市來 我那時候想說 我在金山的醫院是100床的醫院 那是一個非常社區型的醫院 你現在要我去台北市接一個3500床的醫院 這個能力上可能會有問題 他說你不用去擔心 台北市7家醫院 他們自己管理得非常好 但是我希望你把人的味道帶進去 這些醫院裡面 把金山你創造出來的亞洲第一個 安寧社區的那個精神帶進醫院 看能不能改變醫院的文化 所以雖然是天龍國 我們就試試看 不過這四年來看起來是成功了 而且這些成功的經驗 英國、美國、日本 都已經開始派人來學 那這個也是我們覺得值得驕傲的地方 過去都是我們去日本學 我們去美國學 現在日本後生省他們的官員覺得 欸不錯 你們台灣有一些東西是我們可以學的 第一個我要提的一個概念 什麼叫做以人為本 叫做people center 或是person center的概念 也就是說 以前我們在醫療體系常說 我們要以病人為中心 然後後來在做安寧療護說 你不能只看到病人 你應該看到照顧者 所以以病人家屬為中心 現在的概念是 大家都是有這一個生命共同體 所有的人要以夥伴關係 來創造更多的信任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希望大家是互相尊重的 我們是介入病人的生活 守護他的生命 利用同理心 還有顧照病人家屬的尊嚴 經由良好的溝通 共融決策 他的目的是什麼 提升大家的健康事能 健康事能就是說 我如何來照顧自己 我如何知道現在的醫療體系裡面 到底可以給我什麼樣的服務 另外一個 提升大家的死亡事能 對死亡的意義是什麼 對生命的看法是什麼 那最後的目標是提升 Quality of dying and death 叫做死亡品質 我今天在這個過程當中 會從老年的照顧去闡述死亡的重要性 死亡對你自己的重要性 還有一個死亡對周邊的人的重要性 另外一個是這個Quality of life 叫做生活品質 那當然要好的這個照護品質 Quality of care 那最後呢 我們的民眾會有很多的正向體驗 然後他的身體變得比較健康 那另外呢 這個醫院裡面 不過一天到晚都是血汗醫院 我的民眾 我的專業人員更有自信 對工作更滿意 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必須要做從生到死的關懷 專業人員對病人 另外一個是人與人之間 親人朋友都要有這樣的想法 從生到死的關懷 我常常在跟我的病人講說 啊 20年前我幫你救起來 現在你已經89歲了 萬一有一天你要當神仙 你有什麼想法 病人沉默了一下 旁邊他帶來的時候 我對著再說 我說對著再說 以後就是路人甲做決定 你碰到了那個時間空間都來不及 所以其實啟動生命的討論是重要的 我們現在醫療是健保在管 長照2.0 這個是社會 等於是社會福利制度 我們用菸菌啦 遺產稅啦 那些東西來支撐 我們的健保已經是非常的成熟 那可是呢 一個老人 私人的老人 他既有健康促進的需求 也有生活照護的需求 更重要的是他常常會有醫療的需求 以前說這個長照2.0 這跟醫療沒關係 怎麼可能沒關係 你現在一個臥床的病人 除了可能請外勞在家裡照顧之外 兩三個月就一次什麼尿道炎 就肺炎 一下子傷口感染就往醫院送啦 所以如果你從不假思索 你就會發現我們的照護是分裂的 是片段的 那病人就一下子長期照護 一下子就往醫院送 那真正碰到生命交官的時候 就死得很慘 因為一緊急狀況發生 119急診處 再來加護病房 呼吸器 洗腎 洗肝 葉克膜 整套的伺候你 所以病人會走得很辛苦 然後呢 照顧者擔心 忐忑不安 到底要放手 還是要拚 醫病關係又這麼緊張 醫生又不敢隨便跟你講說 其實你可以選擇安寧 所以當大家都沒有準備的時候 照護品質差又花了很多錢 現在的健保已經超過7000億了 家裡大家這樣重複拿藥 光那個重複拿藥 多重用藥 就好幾百億 洗腎 呼吸器 無效醫療 就上千億 健保怎麼永續 所以這個都是問題 更重要的是 病人受苦 家屬也受苦 一個理想的照護模式 基本上它是要一氧結合 我們要承認我老人 尤其是私人的老人 依賴的老人 他既有生活照護的需求 也有醫療照護的需求 那用什麼方式讓這個家庭 可以很容易的拿到最適當 而且壓力最少 經濟負擔最少的這個相關的服務 所以除了保健 除了生活照護之外 裡面有一個很重要是 能夠支撐的一個承諾與承擔 它不是重度醫療 絕對不是重度醫療 它是一個重要的觀念 還有一個重要的制度 我們現在建議的就是居家醫療 老人家沒有辦法出來看病 住在這個老舊公寓 沒有電梯 怎麼出來 看一次病 要三代出動 孫子去背阿公下來 爸爸在下面等 然後阿公就坐著輪椅 到醫院等一個半小時 兩個小時 然後看五分鐘 像舟車勞頓 這個對嗎 所以怎麼樣把這些東西建立起來 才有辦法從健康老化 正向老化 活躍老化 最適老化到最後成功老化 我們希望失能的那段時間 短一點 往後延 一旦失能 臥床之後 那個時間少一點 早一點去當神仙 這樣的概念大家可以接受嗎 還是就是要平均躺下來 平均就是七年三個月 然後這邊爛 那邊爛 然後大全家都倒了 然後我的兒子從52歲開始辭掉工作 照顧我59歲之後 完了 自己也沒有辦法在社會活下來了 所以這些已經不是單純的 生活照護問題跟醫療照護問題 它這是很嚴重的社會問題 我用2017年的數字告訴大家 很多人說 我們失能的人就去機構 我們現在機構能夠照護的人口只有12% 絕大部分的失能者都在社區裡面 經濟好的 請外勞 佔32% 長照2.0有覆蓋的 大概15% 當然會隨著城市不一樣 像台北市的話 住在機構的人 大概只有5% 可是他有能力請外勞的人大概到40% 不過不管怎麼樣 我們還有將近30%的人 生活照護有問題 醫療照護有問題 我稱之為弱衣弱養 那怎麼樣把這一群人照顧好 可能是未來我們要努力的目標 失能人口74萬 是2017 2018估計將會80萬 2025估計將會120萬 然後能夠照顧這些失能的人是越來越少 所以你就知道那個洞有多大 需要長照照照顧的人跟需要醫療的人幾乎是重疊在一起的 那更重要的我們希望有一個制度是醫養結合 那你像說以台中市來講好了 醫療誰管 衛生局管 長照誰管 社會局管 那這裡面還有一些民政的問題 現在台灣唯一成立所叫做社 衛生社會福利局的 在馬祖 馬祖 除此之外沒有一個縣市 那你像台北市 衛生局長是科P的老師 社會局長是科P的學生 我是聯合醫院的院長 其實光這樣要整合都還有點困難 不是說這個首長說好就好 過去大家的習慣是什麼 所以願不願意各退一步 真的回歸到以人為中心 這個就是成功的關鍵 追求醫養合醫的最大共識 這個是全世界的趨勢 大家都在這樣做 居家醫療就變得很重要 我剛剛提到 一旦老化的社會出現以後 就會越來越多的失能依賴死亡 綠色的這個是國發會 它在算未來機構的成長率 這個已經是很認真很認真在 讓養護機構成長 可是你看這個照護人口的 這麼大 越來越大 以現在在醫院裡面 你看到那一些我剛剛講 插著鼻胃管坐著輪椅來看病的 已經一堆了 那你現在將來會多慘 這些人跟他看一支病多辛苦 所以怎麼辦 我們必須要把健康照護 帶進社區和居家裡面 你住的社區人 大家能夠互相幫忙嗎 你在社區裡面的基層醫師 願意去幫你的阿公看病嗎 或者是像聯合醫院這樣的社區醫院 我的醫師 我的護理師 這個物理治療師 職能治療師 語言治療師 營養師 大家願意跨出白色巨塔嗎 這個就是未來成功的關鍵衣服 我們常看到一個老人家 不小心摔斷了這個髖關節 這個大腿骨 好 現在手術很簡單 開完了 兩天三天就可以下來稍微動一動了 五六天就告訴你說 可以出院了 為什麼 因為現在的幾戶是包裹式的 你開完刀之後能夠住幾天 他都幫你算得好好的 兩個禮拜以後回來拆線 我家裡住三樓 我老公雖然骨頭沒斷掉 可是他比我還慘 那我怎麼有辦法下來出來拆線 所以早期的時候 2015年我就跟我們聯合醫院的骨科醫師說 你要不要試試看去他們家裡幫他拆線 我們很多醫師說 這個老腫頭殼壞掉了 怎麼叫我們醫生出去幹這種事 我說 那你覺得怎麼樣 他說他們來醫院拆線理所當然的事啊 那我說這樣好不好 那你能不能看看有沒有你的學長學弟 在他家附近的 去他家裡幫他到三樓去 幫他拆個線 你覺得怎樣 你知道我們醫院是炮聲隆隆啊 所以白色巨塔不習慣這件事情 但是民眾有沒有需求 有 有需求 所以如何把這個制度建立進去 而且進到家裡可以看到他們生活的需求 協助他們去連結所謂長照的服務 這個是我們既定的目標 柯P就是說把這個東西建立起來 好 我講一個東西 叫做全民健康保險覆蓋率 大家想一定是台灣最好的嘛 對不對 覆蓋率99.9啊 在這裡沒有健保的請舉手 沒有 所以我們是幾乎百分之百的 至少在這個房間裡面 全世界怎麼看我們 他們說沒有錯啊 你們有這個叫做UHC 全民健康覆蓋率 很高沒有錯 但是你們那是破雨傘 你說你們沒辦法出門的 失能失智的 很弱勢的 生命末期的老人家 你們到最後還是得送到醫院去受苦 我們能不能把這些補起來 你的醫療團隊走不出白色巨塔 你的雨傘是破的 所以這也是為最近幾年 全世界都在追求的事情 這個東西不是新的 五十二斤 六十二斤 我們的懸敗 病人不能來 就是拿這個包包騎個腳踏車 去他家看病不是嗎 以前就是有的啊 只是現在健保集中之後 好像大家都是以醫院為主體 在做事情 我說我來證明它是世界的趨勢 我們看這個好了 監禁國家居家醫療支出 佔總醫療比的第一名是美國 第二名是德國 第三名是日本 我們才多少 我們才佔0.4% 所以這個數字就告訴你說 我們要把這個醫療的量能 推進社區 推到家裡面還很重要 而且我們進步空間很大 很多人說有啊 我們以前就有人去家裡 換鼻胃管啊 換傷口啊 換尿管啊 沒有錯 那是屬於技術性的服務 我們現在是希望是什麼 是全人性的服務 美國光區加醫療 它有各式各樣的制度 不一樣的保險 也不一樣的錢 可是台灣只有一個健保 所以我們希望以人為中心 來做這樣子的一個服務 飛出鳥籠 所以我們在2010年啟動了 所謂藍雀計畫 為什麼叫藍雀 因為這一隻鳥啊 是台北市的飼鳥 那它是共同生活的群居動物 他們會去養別人的小孩子 所以我們覺得這個精神 應該也是蠻符合我們講的 那對我個人來講 其實壓力很大 內部的反彈 外面的人都在笑 這個教授大家派他 這個我們了解怎麼有人在做 甚至呢 很多我們的同仁出去的時候 一回來就說老總 他們說我們是詐騙集團啊 他說現在詐騙集團還真先進 出來還穿制服 那我那時候就跟大家講 我說公家機關不帶頭做誰做 如果我們在10年前沒有在金山 完成這樣的制度知道怎麼做 30年以後台灣還是沒有人會做 因為不會賺錢 那因為不能因為這個事情不會賺錢 就讓我們2025之後 台灣落入無底深淵 這就是我們看到的 地方很狹窄 那個樓梯這個算是寬的了 有一次啊 柯P跟我去看病人 然後在這個大同區 大同區那邊應該算是 經濟狀況比較差的 那有很多的那種老舊的國宅 那他每天都在爬樓梯 他每天就是去就爬11樓啊 所以後來大家都不敢太早上班了 碰到他他都怕了 他就爬上去 後面的人也不敢說我要坐電梯 所以早一點都被人趕去那邊上班 像他爬上去的 我說 他說你不會站喔 我告訴他 他說不好意思 這樓梯太A 我會去站住 我會去站住 他看一看 他說 他說你正面站住 我看你側面也會站住 你看那個樓梯窄到什麼程度 然後呢 45度 那裡面住的那種老人怎麼出的來 所以柯碧就常常在開玩笑說 這一些老舊公寓沒有電梯的 叫做醫療偏遠地區 甚至叫做老人監獄 我們進到社區 你們才發現那種 蛤 這個已經15年不出來了 住二樓 因為下不來 還有一個說 蛤 你站一樓 已經半年不出去了 因為中風雨後又失雨 然後呢 雖然門一開一踩就出去了 可是他休於見仁 那又沒有健康的 這個正確的復健的方法 然後就越來越差越來越差 所以 從那時候開始 三年前我們就提出一個口號 叫做介入生活守護生命 我們不是在看病 而且我們做從生到死的關懷 我們來看一看 這 不行 這個聽不到聲音 把它跳出來 不要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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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出去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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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开始 我说 說你採診怎麼沒有身心傷害手冊 他說我就住在那三樓 沒辦法出來了 你有醫生去 還要把他開診明 去說這個不知道要怎麼檢測到去是不是採診 說沒有儀器 我就去跟我們的那個眼科說 這樣的人一定不少 因為他沒有辦法到醫院來做檢測 而沒有辦法拿到身心傷害手冊的 他說可是他沒有來我們就沒辦法做 我說這什麼時代 你們無論如何要想辦法 讓這弱勢族群能夠在最沒有障礙的狀態之下 結果半年不到這個手提槍出來了 所有眼科的裝備居然他們去找到公園醫院一起合作 把它做成一個手提槍 現在可以到家裡病人去幫他們做檢測了 所以就是要做不做而已 所以我們的這些專家其實也都很感佩說 那個好處就是平人給我們機會 不然我們怎麼有材料去發明這些東西出來 所以其實台灣的潛力是非常非常的可怕 只要你願意很多事情都沒有問題 再來是失智 我們現在開始失智了 很多失智的老人家他都沒在家裡 他也沒出來 那你怎麼去幫他做確診 怎麼樣把服務送進去 這個也是我們要去努力的 然後呢因為民眾的需求 我們開始建立雲端 這樣的東西如果啦 真的不是有民眾的需求 其實我們也是傻傻的 都說阿拜登法政府擲多少錢 再買就好了 其實因為民眾的需求 刺激了醫療團隊 他願意去發想 好那這樣的概念 讓整個醫院所有的專業 全部動起來 你說健保幾戶醫師 醫師 護理師 心理師 社公司 其他都沒幾戶 怎麼辦 我說你們可以嘗試的出去看看 病人有什麼需求 錢 沒有錢的我跟柯P亞 我跟柯P講說 你市政府你要補貼 你既然想要創造一個台灣奇蹟 那你至少要讓這些人 有那個誘因願意走出去 所以我們就開始 這一個除了健保不幾戶的以外 就把這個制度建立起來 這個事情有那麼簡單嗎 當然沒有 我講得輕鬆愉快 其實內部的爭執是非常多的 我們來看看這個故事 你要通球啊 醫生 我已經等了兩個小時了 這次幫我媽媽拿的藥 可以快一點嗎 你是陳許安門的孫子啊 我記得你啊 你等一下外面等一下我媽媽叫你媽媽 謝謝 謝謝 但我不知道該怎麼辦 我已經不太能走路了 但最近實在太晚給阿福他的音樂 所以麻煩你實在開上次 也要給阿嬤比較好 好 沒關係 沒關係 阿嬤如果不放不出門 不好意思 我下禮拜再去看阿嬤 謝謝先生 放心 好 下禮拜見 謝謝先生 幫我媽媽問好喔 你第一次加訪 感覺怎麼樣 你第一次加訪 感覺怎麼樣 嗯 該怎麼說呢 心裡詳細一些事 是覺得有點矛盾 可能會出去很辛苦 也要有時間 這醫院不是有更多的照顧嗎 是照顧的嗎 是照顧的嗎 想知道我心情會變得很好 謝謝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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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各位 希望老公 我很討厭 regardless 小心 謝謝老師 我 свою宅青 烈刀 最後那一次 是老師 的話 asked 我 remember 她的親amy 再来看她 再来看 不要那么熟 我最近跟她南部参加研讨会 我们家没有什么时间去看阿嬷 但我看阿嬷的状况真的不是太不错 她时间可能不多了 不过没有关系 我们还是会出去去看她 那这礼拜的方式 我今天有我们医生一个人去叫我们医生进去 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 再请我们帮你协助 好的 谢谢你 阿嬷还有吗 现在状况真的不太好 我是建议你尽快让阿嬷回到医院去做治疗 这样好吗 我觉得正医师不会同意这样出名 这是专业的考量 为什么 为什么老阿嬷送完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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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老阿嬷走完医院 为什么老阿嬷送完医院 为什么老阿嬷送完医院 没有跟那个老阿嬷一样 没有跟那个老阿嬷一样 但在必然病得不老实 在可以迷人病也不老实 所以 我看過阿嬤不會讓我必須三年 那什麼事情要聽到 我幫你叫我阿嬤 那你叫我阿嬤 那你叫我阿嬤 你叫我阿嬤 你叫我阿嬤 喂 是 可以可以 你說你說 是羽毛 來 我找是羽毛來講 羽毛 是羽毛來講 是羽毛來講 羽毛來講 羽毛來講 是羽毛來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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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